大家好,我是教室的萌萌耶豪 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 麵包超人的秘密 我们日本人 小时候一定会看 麵包超人 我真的,真的喜欢这个动漫 大家也是吗? 然后呢,我们长大了之后 再看这个动漫的时候 发现很多事情 我们一开始幼稚圆的时候 一看,然后麵包超人出来 西军连出来 也是 但是呢,我们 越长大,越看这个故事 就完全不一样 今天是真的想 告诉大家,这个麵包超人 是多么厉害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 麵包超人的秘密 立卡! 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吗? Yanase Takaisi是 60岁之后 才变红的 很厉害吧? 他体验了战争的时代 然后呢,24岁的时候 自己体验了 非常非常欺恶的状况 没有东西吃 多么辛苦 这个事情他自己体验了 然后呢,34岁的时候 他是出道了 变成漫画家,然后出道 但是,他一直没办法红起来 然后,现在的麵包超人的base 做好事 他54岁的时候 1973年 但是呢,这个时候 出版社 或者是很多的评论家 全部都反对他 那这个东西 不可以这样子 这么恶心的东西 不可以放在图书馆里面 一直被反对 但是呢,很多小朋友们 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们 都喜欢这个故事 然后 15年后 Yanase Takashi-san 69岁的时候 变成 动漫画 69岁哦 然后变很红 所以这个作品 是一个人的人先 而辛辛苦苦的坚持 才出来的一个作品 然后 第二个 麵包超人的世界 没有人 咦? 国家叙叙的奶油妹妹 不是人吗? 不 这个是麵包超人的官方 有说 国家叙叙跟奶油妹妹 那个不是人 那个是妖亲 有谁? 我们也觉得 小时候觉得他们是人类 但是不是 所以麵包超人的世界 是完全没有一个人类 吓到了吧 咪咪-san 国家叙叙 还有奶油妹妹 然后其实 他们三个人一起做麵包 什么的 他们是好朋友 但是 其实 其实 是 细菌人的手下 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呢 细菌人跟 其实 一起攻击 麵包超人的时候 其实 喜欢上了奶油妹妹 然后 陪伴了细菌人 这个是前刀 加到了吧 然后 最后一个 面包超人的歌 就是哲学 这个真的 我小时候 真的 完全没有发现 大家听过那个 安班牙的歌吗 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 那个的意思 但是呢 我高中的时候发现 这个歌词 是哲学 是哲学 非常非常厉害 我今天介绍的是一部分 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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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厉害 不知道大家也觉得 对这首歌词 很感动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词 我看了这个歌词 发现这个很新的内容的时候 我哭了一整点 真的很厉害 然后呢 这个词 做的人就是作者 Yanase Takashiさん 我非常非常推荐 面包超人 今天的这些内容 大家有没有发现了新的事情呢 如果有的话 请大家多多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有新的发现的话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 面包超人 是个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大家多多订阅 跟这个YouTube 请按赞 然后分享 会有非常多人的次端 也有Instagram 大家多多追踪一下 那么 大家下次见啰 拜拜